Airport Triple Series Part 3 錶面設計 Hello, 上回講到 量度了錶面上面三個數字之後 究竟要怎麼用呢? 現在來解釋一下 讓我模擬用激光把錶殼切開 看一下錶殼環前面是怎樣的 可以看到錶殼環前面這裡有個粒位用來頂住錶面的 所以我們要量度錶面直徑 可見錶面直徑 以及錶面與玻璃之間的距離 從而找出錶面可改造的空間 再減去指針運行的位置 就可以找出適合立體改造的空間了 正式開始設計 首先畫出錶面和可見錶面的範圍 然後我將整個機場旋轉了16度 讓跑道和11點5點乘一直線 這樣整個錶面的擺位會更容易配合12小時的位置 也不需要過分添加立體元素 視覺和空間上會更加力 之後我要將跑道無端的特徵 放入可見錶面範圍裡面 然後就可以勾出主要地形輪廓 還有就是道路、橋、隧道、地面區域、建築物等等 勾好所有東西之後就可以嘗試上色、加飲營等等 最後就可以把設計圖套入錶殼 看看效果如何 多謝收看 請留意下一集初版製作 拜拜